好 机车组要注意了 来看新北市这名模特儿 他28号晚上骑机车到永和区来找亲戚 而他机车的钥匙呢 没拔就下车 当时呢 他只是在等了一下 想不到一名窃贼 见状呢 是立刻跳上他的机车 而立刻狂飙就骑走了 他当场傻眼 回过神的时候才发现呢 这个窃贼骑走了 他追不上 赶紧报警了 整个过程都被后方的行车记录器给拍了下来 他真的是气到了大喊窃贼 太嚣张 才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车竟然在他眼前眼睁睁就被偷走了 轿车前方穿着白色上衣的男子若无其事 骑走停在路边的机车 这时候骑楼下一名女子冲出来狂奔追车 原来是遇到偷车贼 那女生机车被骑走了 不是啦 是啊 眼睁睁看着机车被偷走 受害女子惊慌失措 6月28号晚上他骑机车到永和找亲戚 钥匙没拔就下车按电铃 窃贼趁机跳上机车立即狂飙骑走 那有刚刚的猫子被偷了 我们应该我们行车记录器有记者 你先报警好了 机车被偷的就是这名24岁孙姓模特 窃贼在闹区当面偷走机车 嚣张行径让孙姓女子难以置信 不过骑士们停好机车后 还是要记得拔钥匙以免给歹徒可乘之机 专业新务洋装生 欧斯涵新北市报道